上一次哭 剛換哥說了 2020年2月4號 武漢包機的染疫事件 宣布其中一名台商確診 新冠肺炎時一時難忍情緒 流向男兒淚 你都不讓人家回來 你在哭什麼 你把他擋在國外都不讓人家回來 你在哭什麼 為什麼這次會有英國確診病毒 武漢病毒沒有進台灣 因為我把他全部擋下來了 我的功勞 那為什麼英國確診病毒進台灣 你放進來的嗎 你哭什麼 不是嗎 武漢你擋得很好啊 很棒啊 回來的人啊 有染疫沒染疫 一車一車都給我 載去什麼陽明山全部關起來 然後呢 後來國外回來 你有比招辦理嗎 你沒有啊 我管你什麼華航諾夫特還是什麼鬼的 你有本事就 像對付武漢台商 大陸台商一樣對付這些 別的國家來的旅客啊 商務客啊 你有本事嗎 你不敢嘛 你怕得罪歐美嘛 所以你要他們進來嘛 所以才有英國變種在台灣流竄嘛 誰害的 你害的啊 陳時中 不然是我害的啊 就是你啊 你還哭咧 我有講錯嗎 我當然沒有講錯 我們要看下一張 一年半的時間 你在幹嘛 來 昨天給你看 好開心 花盛餐 木雞 去墾丁萬人迷啊 好像有人說什麼 韓流在線 但是這隻主角是陳時中 沒有去韓國一場擠過的 不要跟我講那種屁話 你百分之一吧 那人笑死好不好 笑死了 應該會不會笑成這樣 太好笑了 今天最好的推銷 韓流在線 十流 中流 你也別人笑死我這麼說 你在幹嘛 你在推銷觀光啊 你在幹嘛 帥 來 導播不用拍我 我比如說他帥 來 看他就好 你看 你在拍雜誌啊 再一張 不得了 某人看有沒有看到理查吉爾 對不起 對不起 有沒有喜歡理查吉爾的觀眾朋友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錯了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在幹嘛 教大家戴口罩吃香腸 好好好 有夠難看 拿一支這樣 督督督 不要督什麼藝術 有夠難看的 你在幹嘛 你去演唱會他嘉賓啊 有沒有 這張照片不夠經典 你們應該找那張 他靠著那個 女歌手拿這樣 然後腳還這樣 翹起來 對對對 你去參演唱會啊 你在幹嘛 時鐘帽 嘿 你看 外國水你不知道 戴上去還以為看到這個 魯夫勒 航海王 如果你把這個時間 這個精神 這個心力 這個時間 這個精神 這個心力 拿來替台灣多準備一點 今天會發生這樣的事嗎 你在哭啊 早就該做了 王醫師從我在主持生喉嚨 就告訴你要做要做 做到現在 我九月就沒有主持生喉嚨 到現在多久了 你做了什麼 王醫師 對啊 看到他在哭啊 我也想哭啊 我哭的是誰呢 我哭的是我們這個在公共衛生上 就是以前在衛福部的那些同事啊 那我們要怨的就是怨我們在衛福部那些長官啊 他基本上他為什麼不聽我們這些衛福部的同仁跟他講的話呢 這些話都是苦口婆心跟他講 要他好的啊 他就是不想聽啊 結果現在把我們害的我們這個公共衛生人員這麼累 他不聽什麼話呢 叫他說你去普篩 他不普篩 叫他去趕快去限制那些有風險的族群的人 不要到處亂跑就是叫他做清零筛查 他一看到清零他就嚇死了 他就認為是中國大陸的東西 這是一個金科玉律 你不做害的那個獅子王跑出去 一個獅子王就夠嗆了 然後你雞翅也跑出去獅子王也跑出去 這台灣不完蛋才怪 那他又不相信做這次社區感染 他一直就否認 一直否認就否認他的社區感染的作為 一下整個就爆出來了 那這個爆出來了跟我們那個什麼 跟我們那個阿公店有什麼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阿公店是我們人的正常生活啊 對不對很多人都會去那個地方 那為什麼這次去就有問題 因為你放了一個人出來 對 就這麼回事 所以錯是錯在誰 錯根本就錯在那個放他出來的人嘛 你那個人如果管住不住 那不結了嗎 你一直說他的源頭就是華航 就是諾富特 那你為什麼要把他管住呢 讓他跑出來 所以源頭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哭的就是哭那些 那些我們衛福部的高層的 我們的同事 你為什麼不聽我這個離職的同事 跟你們講的這些話 讓我們這些還在時的 基層的公共衛生人員 現在累得跟個狗一樣 現在根本就是連晚飯 每天晚飯三餐都不一定吃得到 晚上還不見得能夠在12點鐘以前回到家 這個很可怕的 由於現在疫情的時候 根本大家都沒有日沒有夜 就在那邊幹活 這樣子的日子 不曉得還要過到什麼時候 現在還不是最壞的時候 最壞的時間還沒有到來 那大概王醫生您預估 最壞的時間會在什麼時候發生 我估計啊 如果那個疫苗來了 要疫苗打到完為止 疫苗打到完的話 就像現在講的說 1200萬劑的疫苗要打到完 1200萬劑打疫苗打到完 最快最快最快 拼了老命打的話 也要到10月份才打完 10月份才打完 打到30%而已 打到人口的30% 打到人口30%的話 你那個時候打完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說 這個我們的疫情 才能夠有效的下來 所以說你說現在這三級 這個三級警戒 你說三級警戒能夠消嗎 我估計非常不樂觀 所以王醫師您剛剛提到 現在不是最嚴重的時候 那當然現在指揮中心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告訴我們就是說 你看趨勢下來了 確診數一樣多 陽性率降低了 很棒 所以不用四級 不用四級 大家放心 疫情沒有擴散 疫情對 疫情沒有擴散 只是還在 指揮中心的說法是這樣 那依照您的估計 就是說在未來這段時間裡面 有可能出現比現在疫情 就是說染疫人數死亡人數 更多的時間點 會是在6月或是6月底嗎 你就看看那個台北市的案例就好 台北市其實他們在做這個清零篩查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社區感染爆發最重要的一個政策嘛 對不對 他做的時候其實他在台北市算是做得比較到位的 台北跟新北都做得很到位 你看他的陽性率 從原來的11 後來掉下來了以後 又上去 你看到沒有 所以他會有反彈的 所以他會是一個波段一個波段 對 他會有反彈的 因為他一波一波的人要進來嘛 你假如做得不到位的話 那基本上他會一波波上來 所以這個是很麻煩的事情 這個就是這個病毒 他以後跟我們的社區 一直都在一起 我們必須學會跟他共存 可是要先有疫苗啊 對 你要先把它給壓下去以後 然後這個壓下去以後 你後面再用其他方法 再用一個很極端的方法 把它給框起來 然後把它消滅掉 把它清零掉 所以這整個的過程當中 全部都是清零 全部都是清零 你光看一個清零的 做得比較好的地區 都已經會有反彈了 你現在看清零的重要性 其他沒清零的地方 那更不用講 它的冒起來是以後的事情 我的媽呀 大家 這個我也只能說共體時間 但提的是我們的時間 不是陳時中的時間 不用跟他共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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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說了 你看 你過去這一年 當偶像 當明星 有侯康你都要去蹭 能曝光你都要去跑第一 現在防疫 沒半步 但是 有人心疼陳時中啊 誰很心疼陳時中 昨天叫你們下班 不要去應酬那個 我昨天有講 總統發臉書 下班不要應酬 早點回家 我就問總統啊 我想去應酬啊 你老公公姐 我可以去哪裡應酬 沒有一間餐廳可以在裡面內用 我要去哪裡應酬 大家河濱公園 坐路邊 坐草地上 三個人 坐這麼遠 我們來應酬一下 我們來應酬一下 現在你是要關心 去哪裡應酬 還是有沒有人敢去應酬 這件事情嗎 你要關心什麼 然後今天阿中一哭 小英也跟著心痛 心疼 來 總統發臉書看一下